爵士音乐节周末登场 同时带来了不少垃圾量 甚至还发现有登革热确诊者的足迹 环保局一大早就派人洗刷地面油渍 并进行全面消毒 一天共动用了16名的人力加强清洁维护 部分的民众乱丢垃圾 让清洁队员们可是累翻了 垃圾丢满地 这是爵士音乐节带来的脏乱画面 环保局统计有近3公吨的垃圾量 缺乏功德性的民众甚至把瓶罐堆积在角落 辛苦了基层的清洁队员 有垃圾乱丢吗 很糟糕啊 有看到一些民众 把垃圾丢在那个旁边的草丛里面 是满美功德性的 但是就是很辛苦这些 这个打扫的工作人员这样子 民众滥丢垃圾苦的就是清洁人员 为了应付庞大人潮 环保局每天派6到8位清洁队员协助民众分类 比较起来的话预估大概今年的垃圾量大概也会是在15吨左右 那资源回收会是大概12吨左右 那因为前阵子有一位这个登革热的阳性个案 有造访过我们这附近的一个点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因应西区公所的紧急应变中心 那执行整个环境的一个化喷的一个作业 爵士音乐节登场 惊爆有登革热确诊足迹 环保局马上派人全面消毒 而主办单位文化局也应该做好管理 别让辛苦的清洁队员帮忙收垃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